换了我想要的东西 耶 嗨 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东京的Na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透过日本政府购物优惠 GiSecai Point 所兑换到约24万的商品 没有错 你在封面上看到的那11个品项 都是我们免费兑换来的 日本的这些购物优惠 其实仲介商或开发商 并不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记得要自己上网查资料 才不会让你的全力睡着 我们所利用的这个GiSecai Point 虽然在2020年9月已经兑换完毕 但2021年政府推出一个雷同的制度 叫做GreenJewDuck Point Set 有兴趣在2021年购房的人 记得上网去查资料 因为他们的条件其实并不严格 你在日本建造的房子都会符合他们的申请条件 只是在资料的准备上会有一点麻烦 但不要嫌麻烦 因为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获得30万的点数 这些点数可以让你的新生活过得更精彩 那事不宜时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我们获得的免费家电 影片的最后会公布我这一次兑换品项的全部点数 以及市价的参考价格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 我们第一个选入的商品就是Dyson的吸尘器 家里的扫地工作主要是老公在负责 为了他配备了一台Dyson的吸尘器 让他可以更轻松打扫家里 他吸得开心 我在旁边坐沙发看得也开心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品项 非常棒 第二个是Dyson的冷热空气机 这个是我想要的 因为我想要有一台漂亮的空气清击机在家里 这一台夏天可以冷风吹出 冬天又有暖气 使用起来非常好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水汉器 刚来日本的时候 水汉器都是用那种超便宜的 早旧的水汉器 我想要试看看高级的水汉器煮出来的米 是不是会特别好吃 我们就兑换了这台高级的煮出来的米 真的超级无敌好吃 而且打开的时候它就会闪着光耶 真的超级好吃的 我终于可以了解为什么很多台湾人扛水汉器回家 我第一次在日本煮出这么好吃的饭 原来贵的水汉器真的不一样 第四个为了让我煮饭更方便 我选了提发乳的组合系列 这个组合系列非常多锅子 然后把手也可以换 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煮饭的时候 这个提发乳的锅子非常的好用 推推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想要再多一台便利的煮饭工具 然后在网路上看了很多日本的主妇的推荐之后 我们选择了这一台Sharp的万能锅 这台Sharp的万能锅 推推 还有还有我们兑换的这一个 百灵的手持缴纳棒五件竹 他在冬天煮南瓜汤或是夏天做一些清凉的水果汁 都非常的棒 接下来就是一些我个人爱慕虚荣的商品 在日本看了很多食谱之后 发现他们都会用很漂亮的保鲜盒 把食品菜肴装进去冰箱里面 我觉得超级无敌 漂亮又羡慕 以前不舍得花钱买 这一次就是利用这个点数 买了我梦想已久的野田 法郎保鲜盒 这个保鲜盒 我一次还给他买了梁筑 真的非常感谢老公这么体贴我 让我就是换了这个野田的保鲜盒 超漂亮的 除了不能微波之外 他可以直接在植火上面去做烹煮的动作 也可以送进烤箱烤 所以非常棒 重点是他非常好清理 放在冰箱又漂亮 让这个祖父nana做菜起来非常的开心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买 购买了一系列的 iwaki的玻璃保鲜盒 是当初点数只剩下一点点的时候 讲说那就买这一个吧 就是为了臭点数用的 这个玻璃保鲜盒也是日本祖父界大推的东西 我用起来的使用的体验也非常好 跟白色不透明的野田比起来 他就是可以马上知道 保鲜盒里面放了什么样的料理 所以两个搭配使用起来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 可以两种都购入 最后我个人看了很多youtube 发现他们使用的这个玻璃的调理锅 超级可爱 所以我就一时失心疯就购买了 这一个玻璃锅真的是 让我在做菜的时候 做蛋糕的时候 都会觉得 啊 真的是好漂亮啊 我很想兑换 但兑换后非常后悔的就是 这一个 Panasonic的蒸汽 熨斗机 它长得很漂亮 但后来我发现 我真的不会去烫衣服 所以这个兑换下来 我一整年只用了一次 对 所以不需要的东西 真的不需要兑换 大家把持住自己 不要乱兑换 怕怕 我真的是爱乱兑换 这一个超后悔的 最后的一个品箱就是 送给老公的礼物 因为他骨头很硬 想要做一些伸展的动作 所以买了这一个 可以让他按摩脚底的东西 我们放在我们的 Semendae的附近 就是你每天在刷牙洗脸的时候 去做一个伸展的动作 老公非常满意 这一个小小的礼物 其实他只有4000点而已 是全部的点数里面最低的 我的日本老公超好的 他都会以我为鲜水 大部分都是换了 我想要的东西 超开心的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11项免费家电跟日常用品 大部分人 感谢你把影片看到最后 下个月日本政府会祭发 防坞缴纳税机 我到时候会在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记得继续来收看 如果你有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 那我们下一集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